CTG5V 小北在这一阶段是抽下了一个幸运儿子5V 小北刚还说呢 我这个位置一个人接车不太行 兄弟们再来了呀 路过好多车了 而且关键是还是打的CTG 你看两边 跟CTG做个邻居 巨幅在往里面插 但是 航航被打下来了 航航这个 他倒地的位置怎么跟队友扒该子打不着 队友在绕 队友在麦田上奔波 他们在找一个没人的点 结果航航在路上被CTG抽下来了 感觉有点找不着北了 我还是这俩火力会选极震了 主要是哪哪都有人啊 人血量也残 没地方去了 找个地方赶紧停了吧 不然枪也开不了 极震是你最后的选择 这只能硬打了 路上又下来了 MZG死血 完了呀 这两兄弟没了 是不是肚一点点血 感觉MZG这周不在状态呀 是吧 没有什么开枪 好多次 反正我姐说的 基本上六场里面有个四五场是死车上的 六场里有四五场 是的 真的是这样 这有点确神味 加到近年来 把RBS的房区拿掉 因为打掉了一杯比 再加上RBS本身分彩 这个仓里面也没什么人了 嗯 RBS想要回来支援 呃 其实这边其实算是一个两面式的房区的 哦 愚人 谁说我邻居不行 谁说我只会打钻 把素酒放倒 这边RBS很凶啊 被刷出去了 是的 他想提前解决 但这个点不好解决 关键是 你中置这个点 12个这个点 你拔不掉 但整个过点都玩不了 他这个真的是 应对呀 愚人还pick了一波 对 他应对的 但是过年的时候 被12月架穿打倒 李格斯特出枪就这个位置 埋了很久啊 终有成效 Master一个人在大白楼的二楼 翻出去就要被隔壁二楼去打 消费已经被补掉了 实际现在完全不急 炸头皮打一个堵住了 正好趁这个时间进烟打药 只能操作 好像对手也不敢扶人 把实际拖死 我跟你说 他这个蓝圈一来了以后 他真有机会的 还在拖 又听到了又起了一个烟 再反绕 还要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 我觉得现在时期有点被动 人都没找着啊 这背身要出师啊 打了一个 有吗 差一点 还好旁边4.9反应速度快啊 侧面巨幅已经开始攻防了 他上一波就已经在清理MCG的残编了 嗯 但是由于旁边挺多长 那个队也挺美了 是 4.9被蓝圈给收下 你看他拖太久了 这服是服不了的 真的是 AOE 两个人全部烧到了 但是这个位置是不再圈的呀 还要干吗 其实天霸是完全可以不用出手去参与这波团战 但是天霸感觉想要拿分啊 天霸能看到快 是 坑里面没漏人 进那个大坑 对 小龙Gaming已经去拿到房子了 跟Pairro做了邻居 这一边的话还是被天霸卡死了 天霸在南边的空边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另一边小羊上了一盆 没有给Summer任何机会 走为一怪 是 那他这个角度Summer还是会把头灭向小羊的 对 打扫一盆就结束没了 因为指甲还是很懂 崔西侧面已经突破了 然后开始丢道具架了很久了 Summer没漏 没想到巨斧漏了 小羊虽然枪法各方面都OK啊 但是在这种经验老道的选择 周皮炎蠢蠢欲动 三一的一个站位 现在NewHappy也没有那么主动去找进攻 看有没有能够对枪击倒在上 这反应 雪魔只是看了一眼就被换成秒了 三把枪 对枪击倒在上 拿下来然后再去进攻二层楼 在二层楼内的话会吃到很多的道具的进攻 NewHappy这边也很懂 他封了一楼的视野烟 但是六一拉出来被打残了 对 圆点人在修 圆点必须要 近点必须要主动一点 吴七七侧面已经放到了周皮 是的 趁这个机会 六一先打状态可以有机会服雪魔 但是圆点的KRG同时出枪 把六一拉给抽到 那这样就很尴尬了 KRG是无差别输出 而高兴的一个手雷是把周皮给补了 这吴七七还有雷 看吴七七这颗雷丢的怎么样 丢到了桌子旁边 是的 炸到了半雪 还是要扶人 TM要过来劝架 TM一旦落位的话 牛海皮位置其实只能贴到这个房子的旁边了 或者是说进入到房间里面去 不确定房子内的信息 现在牛海皮还是不想开这个门 其实妈妈已经倒在里面了 这个房子是没有任何的威胁的 是的 还是进来了 牛海皮依旧胜两兄弟 听脚步的话应该能判断出来 这个两个人都在这个双层楼了 牛海皮这一波是三人的弓龙 男男的架枪 但是滴滴也用道具 其实脱了 你还比很眼了 看不到 男男赶紧流 最后剩下一丝血 天麦也被淘汰了 是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圈形当中 男部都要互相换翻 577放到了冥冥 还是个满雪577 但是男男的过点还是令人放心 一颗手里 哇这个男男 高兴想要主动去打架的 是的 然后侧面TMA 摇下来串架了 过点人只在被KRG抽 KRG这一波完全的抽不到西边啊 而另一边明明的分数 反而是被许诗给K了 嗯 直接进防 胆子也太大了 看你是残编又倒人了 肯定就直接RU了呀 我当时看许诗一个人冲进去 队友都没坑 是的 RU就玩进去了 直接出事 准 COLMA一个折角雷 这个折角雷是真的准 是的 天麦还有一点山脉的区域是在圈的 你看204打得多么的细致 其实能到Pero面前的坑里面去的 第一个人就是吸引的 勾引枪线的 母阶段开摩托车 基本上是直接开到这个中心点原住民脸上 这太干啥了吧 嗯 这个两边的夹角是没给204任何机会啊 不过这波其实对于204来说也是殊死一波 想直接撞个大的 但是你面对的是Pero啊 RU南边的坑里面去 在这里面先趴着 背卸车胎了 其实没关系 只是背卸胎而已 远点烂人把萨萨击倒了之后 其实TMA是有点蠢蠢欲动的 他一直在看这边的信息 嗯 但是奈何其实过点是有枪性的 这个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走位 或者是这样 主要这个全新北部压力密度其实比较高的 甚至有开车壮点的可能性 但是全新一旦往南 其实大家都要再去山头上去劝架了 洞里面的人要出来 没错 现在呢天鹿其实暂时可以跟TMA做一个邻居的 两边要防守 左右两边上山队 完了一边天鹿来了 这边Cobra连续放了两人 Cobra王子 天鹿会让TMA这么舒服的反应一下 一个手雷在脚下引爆 但是这个是原点小明的出枪 他已掉了一个 倒人了 天鹿还不冲吗 小玄真凶他直接开车 开到这个Cobra脸上 跟他脸对脸 那不开就没脸 露露在这里小童是没有带枪走的吗 看到了 上面有人在出枪 露露只是被小童瞬间秒掉 是的 前面还在扶人呢 白龙马侧面给了一枪头 这个过点也太难过了吧 那收手吧 是的 我觉得不用着急 露露这个点就是你可以把露露这个点架死 哦原点大大出枪 这一波给了天鹿机会 这什么 但是原点95K的枪线也太密集了 这交流直接下去要引人 所有北边外围的队伍都要往山上去打 对的 DST冲过来了 一马当先斗子贴到近点 有烟不着急看到人 刚刚父亲被反杀了 Cobra 要补队友了 开到了蓝拳里面去 这个蓝拳是防拳的扛不住的 赶紧回来 天鹿又来了 队友已经浮起来了 里面小马会开不太行 后脑筹被打动了 857扒在地上 刚刚打起了药 起来一波匆匆的拉枪 是把857给带到 是的 今天还能继续的输出 现在DSS其实两个人都是在反坡 冰起原点压力还是有的 DSS顶不上来 主要是这一块小的反鞋 别让DSS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根本看不到头皮 一直被炸 只剩Coco最后一刻 天鹿 成为山上最后的霸主 现在坑里面 悟空被 右边被降龙给命打 左边被 CTG打 王少拉到了马路上 烟雾蛋没有完全封好 测试马云龙刚好能看到一个头 只得给补了 K掉一分 南少白打一人 可惜 CTG这个坑主要不再圈 成效还是得买动力族的车 哦 Kick南也没任何机会被大金给打掉 是的 Mocking King 没什么办法的 他们也想上山 但是这个时间节点 效果并不是很好 进点 雷炸不到 我用枪解决 他在地上也没看到 我小虫 我刚才说的是降路gaming没雷了 就是你扑完院 没有办法进攻 这个确实 因为把雷基本上都用在悟空这一侧了 先战区目前 马路南边比较有力的地形 但是这个小雷 一 我手雷一串死 太快了 太快了 一串三支持 马路就快补了一个手雷 我晕了 天路刚刚来完 道具吗 小童小童这把手感非常好 匆匆 侧翼放到了明面 哦 脚羊在补 这波Pero想要过去确实有些困难了 马路全部控死了 因为Pero想要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为八圈做了点 脚下 萨萨能给小童打掉吗 刚刚说完 有个侧身的 只这个秒了 他这个石头太致命了 因为当时这个点 狮子应该是有一个timing是看不到的 架不住 是的 只架了一枪吧应该 反正具体怎么样 我们也要看他们当时的一个第一视角 但是现在目前只是最后一个人了 特别拉扯完了 撒一了 文文应该能够拿下的 这个阶段八也是给到天路很多的机会 是的 还有的提前布局没有什么问题 被发现了 本来天路是想跟TMA做邻居 结果半路插出两支队伍 对 这个是真忍不了 而且他们都去打了TMA 都去打TMA 就本来 这关系越好 碰下狠手 哦 这一枪头 没有给斥子任何机会 恭喜天路本局拿到13个淘汰成功 之计拿到59分 现在目前已经排名第四 天路是打得好漂亮 是的 非常稳健的一局 天路几波劝架 不过实际也好 谢谢大家